他美过陈乔恩,看不上霍建华,强大S男朋友,刁悍的人生终究得到了反噬。 从台湾玉女跌落神坛,林维军究竟干了什么? 据有关媒体称,演员林维军在记者会上承认新恋情引发热议。 他的男友是41岁的米其林主厨李浩。 林维军说两人现在在慢慢发展中,没有很长时间,需要观察了解,谈到两人认识过程也像偶像剧一样。 林维军曾在海豚湾恋人饰演徐珊妮,千金百分百中饰演庄飞扬,被观众熟知。 谈到林维军的恋爱感情,真可谓经验丰富。 从出道到现如今,谈了超过十个男朋友,有人开玩笑说他就是最美公交车。 第一任男朋友是林又威。 林维军与林又威是圈中公开的情侣,感情十分好,一度传出两人已经论及婚嫁。 不过随着麻辣鲜尸的热播,朱孝天与林维军的绯闻吵得沸沸扬扬。 有传闻称林维军已经爱上了朱孝天,并且主动追他。 林维军与林又威的恋情也因此画上句号。 好景不长,林维军和许绍阳的事情被媒体曝光后,作为林维军正牌男友的林又威,伤心不已,选择了放手。 在一起没多久,也是一拍两散。 许绍阳和林维军的分手原因并没有公开的官方解释。 然而,有报道称许绍阳和林维军因为各自的事业和个人发展产生了分歧,加上长时间的聚少离多,感情逐渐变淡,最终决定分手。 分手的决定并不是双方谁的原因,而是两人经过理性考虑共同做出的决定。 在分手后,双方也表示会尊重对方的决定,并且不会公开指责对方。 因此,虽然外界对于他们的分手原因有许多猜测,但具体的真实原因可能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 之后又传出了很多恋爱绯闻,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 别的女人进娱乐圈是为了当明星,林维军却好像是进来聊男人的。 只要跟他合作的男演员,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受他的毒手。 事实上,林维军也的确有当海王的资本。 当年在台湾的热播偶像剧《千金百分百》中,虽然陈乔恩是女主,但女配林维军却狠狠地压了他一头。 林维军当过模特,身材比例修长,长得也精致秀美,有一种独特自信的魅力。 那时的陈乔恩远没有林维军的魅力大,因此他还曾被称为台湾偶像剧最美面孔。 顶着这样一张脸,林维军四处烈焰聊男人。 正巧了,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就帅哥云集》,林维军就好像那误入了盘思洞的唐僧。 有睫毛金霍建华,还有男神颜程旭,正统帅哥蓝正龙,以及忧郁帅哥朱孝天。 这么多男人,林维军先是看中了朱孝天。 可惜朱孝天不是一般人,对于林维军的刻意接近他,丝毫没有动心。 不管怎么撩拨朱孝天,就是不回应。 太没劲了,林维军选择直接放弃。 他转又开始撩拨颜程旭,这次颜程旭倒是上钩了,雅人气氛开始暧昧起来,最后更是被狗仔拍到。 颜程旭还在拍摄《流星花园》的时候,林维军就贴心地过去探过班,这要不是有点什么关系,谁信啊? 被狗仔爆出恋情后,两人都死不承认,本来这件事也就要这么过去了。 结果平地一声惊雷,自称是林维军男朋友的欧定星帽了出来。 人在家中坐,绿帽天上来。 他委屈地在媒体面前控诉,自己都跟林维军谈了几年恋爱了。 结果他竟然跟颜程旭在一起了,那他算什么呀? 众人本以为这是个俗套的狗血故事,结果深挖以后才发现,林维军的瓜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狗血。 原来欧定星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戴绿帽了。 还是在第一部电视剧里,林维军在聊播颜程旭之前,看上的其实是蓝正龙。 他使劲浑身解数,蓝正龙也不会看他一眼。 因为那时的他是大S的男朋友。 可林维军依旧没有放弃,他整天黏着蓝正龙献殷勤,自顾自地搞一些暧昧气氛,直到这件事被大S知道。 当时的大S谁敢惹呀? 林维军夹着尾巴就逃走了。 欧定星虽然很生气,但他还是选择原谅林维军一次,结果就是第二次被戴绿帽。 事实证明他就是个小丑。 林维军跟颜程旭打得火热时,欧定星只是跑出来跟媒体宣布了一下自己是他的男朋友,其余的再也没有做什么。 正是因为他的懦弱,才导致林维军丝毫不把这段感情放在眼里。 当初,他为什么去探班流星花园? 那是因为想故意在大S面前刷存在感,恶心他。 自己男朋友还在呢,林维军就堂而皇之地去看望颜程旭,也不知道欧定星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,都这样了,还不分手。 第二次戴绿帽,他原谅了,可他显然没想到林维军会做得那么绝。 他一部戏爱上一个男人,劈腿劈得不亦乐乎,要么说林维军手段了得呢? 身上都有那么多不光彩的绯闻了,还是有帅哥前仆后继的喜欢他。 遇见王力川这部剧火了之后,林维军又盯上了里面的男佩林又威,他很快把人勾到了手。 哪个男人也受不了三番五次被戴绿帽,欧定星终于清醒了,他直接甩手离开了林维军。 他走了,下一个被戴绿帽的就成了林又威。 林又威还以为林维军多喜欢他呢,结果拍了一部剧《女友》就没了。 海豚湾恋人热播,大帅哥霍建华和许绍阳都在里面,并且两个男人都对林维军有好感,哪怕那时他已经被网友骂成了公交车。 林维军更喜欢许绍阳这一款,于是他拒绝霍建华,跟许绍阳打得火热,还被狗仔拍到了基稳的照片。 可怜林又威也布了欧定星的后尘。 被劈腿后,林又威也离开了,许绍阳终于成了林维军的正牌男朋友。 但因为林维军的名声太差了,还总是管不住自己撩拨男人的心,公司实在是怕了,强迫他和许绍阳签了一份很离谱的合同。 合同要求他们恋爱的五年时间内,不准分手,也不准再有乱七八糟的绯闻,否则就得赔公司五百万的违约金。 许绍阳估计也是怕林维军拈花惹草,所以他真签了。 可惜,他们全都递过了林维军的狩猎之心。 别说五年了,半年他都受不了,只跟一个男人在一起。 果然没过多久,林维军和一位歌手的亲密照片又被爆了出来。 恭喜许绍阳成了第三个被戴绿帽子的男朋友。 他也是不敢相信,林维军就这么离不开男人吗? 尽管没有闹得很大,但许绍阳终于看清了林维军就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,他早晚都会劈腿的。 两人不到五年就分手了,还遵守合同赔了五百万,这番操作也是让人瞠目结舌。 这之后,林维军更是什么也不在乎了,见到喜欢的男人就聊,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对象,反正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,从来不动争感情。 但谁说海王没有翻车的一天?对付海王,只要比他更渣就对了。 林维军碰上了爱玩的陶哲,两人虽然有暧昧关系,但陶哲也不是个省油的灯,他女友众多。 暧昧关系多的是,林维军也只不过是其中一个。 向来在感情中游刃有余的林维军终于碰壁了。 他对陶哲示好人家却不屑一顾,陶哲外面一堆阴阴艳艳,就算跟林维军在一起了,他也依旧不放弃。 人可能就是天生喜欢自己得不到的,喜欢自己的不屑一顾,冷漠对待的却追着上去舔。 因为林维军的风评实在是太差,陶哲的家人也都不愿意接受他。 这段恋情的结果不出意外,当然是吹了,林维军也终于尝到了恶果。 哪部剧的导演还敢请他啊? 连男明星都对他避之不及,生怕跟他一起沾染上绯闻。 不仅圈内名声搞臭了,因为频繁劈腿路人口碑也全线崩盘了。 如今的他已过中年,但却没有一个男人再敢娶他回家了,简直是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 女明星在圈内的名声一向很重要,一旦在感情上做出一点错事都会被揪着不放。 如果林维军单纯是爱玩感情的海王也就罢了,偏偏他是个喜好劈腿,插足别人感情的女星。 给男人戴绿帽子太多,终究是会遭到反噬的。 林维军刚出道的时候可谓是大杀一方,台湾的美女多是可爱清秀型的,而林维军是难得一见的大气长相。 他五官伶俐精致,适合明艳一些的妆容,在剧中饰演千金小姐都能咽压女主。 林维军出身也很好,父亲是体制内的警察,母亲是艺术家,他因为身材好被选中当模特,第一部戏就跟一群大帅哥合作。 他的成名之路不算坎坷,别的演员当女主都不能得到观众的注意,可林维军凭借着一步步剧的女配出圈了。 并且林维军的戏路很宽,演技也不尴尬,善良清纯的可以演,恶毒绿茶的也可以演。 那段时间林维军被称为偶像剧中的金牌女二,女主看到她都得瑟瑟发抖,生怕自己的风头被她抢了。 这一切只因林维军的长相太独特了,冷艳魅惑,怪不得能撩拨那么多男星。 本来事业一路高升,可林维军却管不住自己的性子,从台湾玉女变成了公交车,名声差到一落千丈。 频繁作死的结果就是直接毁掉了自己的事业。 因为绯闻多爱插足感情,林维军如同进了黑名单,所有演员和公司对她避之不及,渐渐的林维军就凉了。 拍的戏变少了,曝光度也越来越少,娱乐圈从来不缺美女,林维军也迟早会被取代。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,亲手毁了自己事业的女星也就她一个了。 几十年过去,如今的林维军四十多岁依旧是单身,任何一个男人听到她从前的那些事迹都得被吓跑,更别说跟她结婚了。 所以,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呀。 而现在林维军再次恋爱了,希望这是终点站,早点进入婚姻殿堂。 祝福她吧!